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绝杀措施亚运接牌之后 国内著名机者潘伟利就在个人社交平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这样说道 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 中国足球不论男足女足 总是被绝杀次数远多于自己绝杀别人 答案很简单 因为不自信 男足弱势已久 女足近十几年滑落 球员代表国家队出战时的底气只会越来越弱 如果没能翻白斧屁下对手 就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 心态渐渐崩溃 绝杀来自运气 更来自底气 比如今夜的日本队 他们表现很差 但近十年的巨大成功让他们信心十足 无论打到家时还是点球 他们都坚信自己能赢 这个太重要了 从潘伟毅的表态可以看出 他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他认为中国男女足在关键时刻被绝杀 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自信 虽然他没有对比赛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但不得不承认他说 他还是比较对的 因为 在这场比赛中 中国女足实际上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全场也有很多次攻门 夹囊几次绝佳的机会都没有把握好 而这一切确实人与女足球员们不够自信 所以 这次决赛被决杀 也是必然的